大家好,我是曹夏颂 天地之间,我是一棵小草 这是一句梦话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梦话与现实越来越贴近 感觉呢,这个天地太大了,小草太小了 而且呢,碎寒见厚雕 这个雕了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一碎一枯容 昨天在网上一位朋友就说 老师整点那些,叫大家学习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他说,让我讲一讲清然春雪 那点豪放派的诗词 这个呢,还真的是郑重下怀了 兄弟对诗词还真的是略有所长 在我的知识里面,诗词是最有优势的 但是呢,识过境迁,试过时宜 以前记得的很多 唐诗三百首不会低于五百 不会低于五本 唐诗诵词那种不会低于五本 各种时期的时候都买了,都背这样子 但是呢,时间过去了很多 激励也越来越差了 现在呢,我就因你的要求 来给大家朗诵一下 清原春雪 清原春雪 清原春是词牌名 毛主席写的 这首词是毛主席1936年 也就是长征的时候结束 长征已经结束了 然后他跑到 他们来到了延安 我去过延安 我追随过,去过延安 在毛主席在门前做了个记号 不知道那里的小草有没有发芽 会不会长得更好一点 这不是不尊重 有破坏欲 那时候年轻有破坏欲 而且管理的不是很好 毛主席当年1936年左右的时候 到了那边之后 然后之前他一直是在 这个包括江西啊 包括湖南这些地方 包括上海等等 这个华东啊 或者是华中一块晃来晃去的 是吧 后来他来到了 来到了那个陕北之后 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 毛主席应该也是一下 豁然开朗了 而且当时的对于他来讲 心情应该是美好的 北国风光对吧 因为呢 这个围剿失败了 他们围剿基本上失败了 他们长征基本上结束了 他们来到了陕北 陕北人民特别热情 吃喝在那边 是吧 住那边 而且呢 又比较安全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地位大幅巩固 在那边 毛主席应该内心深处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觉 是吧 油然而生的感觉 其实呢 我不太想打击他家的话 那个 他也没有想到 1937年的时候 中国和日本又爆发了全面 和抗日战争 中国又发生了全面抗日战争 当他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那时候性情应该也是 不会很好受 但那一刻 当他在 北国风光千里冰风 站在那个 哪个山顶上的时候 是不是 应该就是 我想应该就是 我们上去的那个山顶上 因为那个山 就是毛主席 他住的那个上面 有个山 我们上去了 应该在那个山上 那边确实是 虽然说都是这种 勾勾赫赫的山 然而整个的都是 一大片一大片 确实是整个一大片一大片的 而且是 很多山都是不毛之地 有的也长了草 长了树在上面 但是你一下血的话 这个草和树都是 都是天地一笼统 是吧 倒手 是吧 这个看不出来 黄狗身上摆 白狗身上肿 是吧 这个词很难听 但是 这个诗很难听 但是这个讲的意思很好 整个的都看不到了 天上 天和地都笼统了 这是张打油 打油师的那个起源 清元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风 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 围鱼茫茫茫茫大河上下顿之陶陶 山五鱼茫茫茫茫 法相玉于天宫 一带春《满色的声幕》 噹浮 光巴克彰柳枫之陶陶幸 catch 光满江西更使 baik 一带 记不太住了 想评论一下 唯一遗憾的 这首诗写得特别好 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 优秀的地方已经没有 没什么好讲了 我想不会低于一万个人 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注视和解释 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唯一遗憾的就是这首诗呢 它没有把中国古代的文化人 文人的那种委婉表达出来 对吧 可惜了 可惜了 然而这首诗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 抛开所有东西来看的时候呢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他不应该出自一个元帅之手 他应该出自一个将军之手 元帅应该还是要顾全大局 他不应该说 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因为敬畏和传承 是我 是我比较看重的 所以呢 当然这首诗 它对我的这种正面的激励的 是不言而喻的 我不能把它翻译成白话 因为一首诗或者一首词 把它翻译成白话的话 那就根本就就就就没有意义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如果呢能听懂你自然而然就懂了 如果听不懂的话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所以很多时候考试的时候会翻译 但是现在我读书的时候 读诗的时候第一呢 我不会去翻译 包括词的时候 第一不会翻译 包括文文的时候 很多我也不会去翻译 我只会去领会理解 它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第一我不会去翻译 第二个很多时候呢 其实现在多少年过去 我也不会去强记 这样子 去强记 强背 作者的那种文采 那种是吧 辞早 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来去用的 很多时候 我们当我们去用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隔尾虚雕的感觉 是吧 隔尾虚雕的感觉 没有必要 把每一个 每一个文人的那些东西 都吸收到这里来 然后我再把它串成一个珠子 然后给大家看 那样的依然是山寨 依然是山寨 其实呢 当我们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世界的时候 用自己的眼光 用自己的心情和嘴巴去表达的时候 可能才是比较相对来说 更加真实的 我没有鄙视这首诗的意思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挺好的 就是 只是说 我觉得他不应该把 唐宗宋祖他们都说的烧迅风骚 传承呢 也是因为你的美 是你也是你的美德 然而呢 就是那种 王者呢 不代表不需要传承 是不是吗 也是挺好的 但是也不代表不需要传承 所以我在这里呢 在附上一首 在附上一首 苏式的念奴交 大江东去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起来 其实呢 之前我已经看过一遍了 看过一遍了 念奴交 大江东去 苏式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雷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 曾住 三国周郎 赤壁 又弄混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首 是两个弄混了 乱石穿空 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勤 多勤 英笑我 早生 滑发 人生 人生 如梦 一尊 还泪 江月 记不太熟 所以没有办法去表现了 没有办法去表现了 我刚刚把他中间打岔的那个 应该是 是谁写的 是星期级写的 也是一个念奴交 他说 他说是 三国周 人道是 济奴曾住 济奴曾住 也是 还是苏式写的谁 济奴曾经在那个地方 呆过 弄混了 这首诗呢 这首诗呢 跟 庆元 这首词跟庆元春 有很大的 相似之处 然而他尽管写的景 是不一样 一个写的是 冬天 一个写的肯定不是冬天 是吧 看他的那个情况 顾雷 西边 带西子的这个的话 很有可能是 秋天写的 很有可能是秋天 我这个是瞎猜的 很有可能是秋天写的 他呢 说 一个表达了 对 周瑜的 那种 对吧 那种就是 景仰 是吧 如滔滔之水 是吧 然后呢 也对 周瑜的这种 在军事上呢 还有在 雨上观金 雄姿音发 他也提到了 是吧 也提到 小桥出嫁了 美色 他对这个周瑜 整个的一生 对吧 短暂而 而璀璨的一生 对吧 应该是 无限的向往 或者是 保养 或者是 包养 这样的 特别的 特别的推崇 这样的 然后呢 而且他也讲到了 历时多少豪杰 是吧 多少豪杰 最后他说 故国神游 神游 神游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大概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看来 应该是故国神游 难道是我想着去 就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想了一下故国的那个情况 应该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 而不一定是说我来到了吴国这个地方 不是说是赤壁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到最后的时候 作者呢 把笔锋一转 他说 多情应笑我 其实是一个导章句 应笑我多情 就笑我 就笑我呀 瞎操心 这个意思 笑我瞎操心 早生滑发 头发都白了 是吧 头发都白了 一针还泪江月 算了吧 还是敬 也就别想我了 还是敬一下天地 敬一下英雄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把酒到江源 他们很多书上的翻译 不是这个意思 就作者在这个里面 他心情是曲折的 首先呢 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雷西边人道社 三国周郎赤壁 三国周瑜赤壁 周郎赤壁 他讲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在里面 乱石穿空 金涛派案 卷起千堆雪 一开始讲的 战事是什么样的 轰轰烈烈 后来讲的 现在 当时的景色 是什么样的情况 金涛汗 整个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画面 最后他说 后来他就讲了 一时多少豪杰 你就知道了 雨后春笋般的豪杰 都冒出来 各种各样的英雄豪杰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就知道了 各种各样的 这不好讲了 太多了 没法去讲 你讲一百个出来都能讲出来 那三国里面人物 一百个都不止 是吧 乱七八 太多了 曹操啊 吕布啊 董卓啊 什么叫丁什么 丁元啊 是不是 包括刘备啊 刘关章啊 这个 江伟啊 赵云啊 什么 黄中太多了 往后面太多了 孙权 孙策 就是 孙奸 那太多了 各种各样的人 小桥 貂蝉 各种各样美女英雄 太多了 这真的是让人向往 那太热闹了 就像说今天晚上 去喝酒去 去哪喝酒 有人没有 说啊 美女帅哥太多了 去啊 肯定去 必须去 是吧 作者也有这样一个 心情在里面 所以说 当我们用生活 用自己这种生活 去理解那个诗词的时候 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不要 就把那个翻译 翻来翻来翻去的 一翻译 那个全部变了 那太 太深音了 翻译之后 然后作者就 一开始讲那个战事 轰轰烈烈 多少英雄 如雨后春笋般的 涌现出来 那作者肯定就是 很像 我咋没出息呢 咋没我的份呢 是不是 后来他又讲 还有了 还有第二 第二阶的时候 他又讲 周瑜啊 是吧 周瑜 讲那个 你看周瑜年轻的时候 你看小桥也嫁给他了 小桥有漂亮 是不是 大桥是不是也嫁给他了 小桥出嫁了 雄字印发 雨上关锦 那个风流倜傲 真他妈太太帅了 帅哥 谭笑间 强弩灰未烟灭 你知道吧 这个他随便玩玩就能 把对手给玩垮 随便玩玩 这个周瑜太厉害了 在他心 这个诗里面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可能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在里面 真那么牛 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说 多勤音笑我 早生华发 他是说 我呢 就是瞎操心 什么也没干成 干成 头发都白了 什么都没干成 就是你看 打仗打仗 为国捐居 我也没干 这个 在宫中府中 在这个府里面 就是运筹帷幄 我也没干成 连他妈 一个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老婆很好 很优秀 是不是 我们还记得那首词 就是十年生 生死两茫茫 那个时候 确实是不好说 这个事情 他老婆好不好 但是肯定是好 因为他老婆 在年轻的时候 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死了 而且他们是很有感情的 因为他当时 是要去当官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那个感情 一定是 可以感动天 感动地 的这样一份爱情 的人 可是呢 他老婆已经去世了 不思量 自能忘 千里孤芬 无处化凄凉 是吧 老泪纵横呀 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到了 这个战争 他也没有进入到里面 在战场 那驰骋 他也没干成 对吧 在这个家里面 在这个 欣欣向荣的 这种生活 他也没 这种幸福的生活 他也没干成运筹帷幄的 在里面的这种 很平静 而充满着智慧和冲突 在里面的这种生活 他也没有感受到 对吧 一生就瞎操心 多情音效果 早生滑发 你瞎操心 东跑去把东放下 头发整白了 什么事没干成 真郁闷呢 然后说人生如梦呀 一尊 还 就是酒一杯酒 算了吧 还是 尽尽这些 英雄吧 你这 这个感情 曲折 对吧 所以 为什么说 人家讲 悲剧 是把什么东西 是把 喜剧是什么样的 是把一个杯 是什么意思 我都忘了 你们去查查那个东西 但是我 我不是忘 没有忘 我只是 一时表达不出来 就是说 他这个里面 荡气回常 荡气回常 你在里面读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 你的心 跟着他在走 然而呢 清源春雪里面 你是感觉不到的 你感觉到 是这么大的一个 场面的话 必须配这么大的 一个人在里面 你能感觉到 是这个人在里面 但是人家配的是 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配了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一个猥琐的人 在里面 真那么郁闷 但是呢 我虽然猥琐 但是我对英雄 的景仰和尊重 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尊 还累江月 最后我的文采 和我的这种 这种心情 也是体现出来的 也是被万古传送的 对吧 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不见得差 不见得差 另外再说一个 就是比如说 写雪的 清源春雪 我们第一个能想到 一首诗就是什么呢 江雪 是吧 江雪里面说 千山鸟飞绝 万进 人踪灭 孤舟梭利风 独调寒江雪 你读这个 这是因为 两个人的心情 是截然不一样的 所谓 写景 初中那时候 老师都讲了 写景都是为了 表达作者的感情的 不可能纯 纯的写景 哪怕就是 和堂月色那个 它也是写景 然后最后 这几天心情 颇不宁静 是吧 第一句话 他首先就讲了 所以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我就出去晃一圈 然后我来到 看到了什么呀 什么样的景色 把心情都放开了 放开了之后 觉得这个和堂 真那么好看 远处渺茫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歌声寺的事 渺茫的歌楼上的 歌声寺的事 他把一切都忘掉 可是到最后 树上的名禅 什么的 然后他这个又 他说 还是要回去了 也就是说 他讲得很委婉 就是说 其实呢 我 以为是 在这几天性情 跑步临近 然后在和堂月色 写了这么大的 一个猪肚子 就让他们说 凤尾 龙头凤尾 什么猪肚子 是不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猪肚子 里面内容这么丰富的 到最后他又说 还了 算了 我还是回去吧 还是过了个 现实的生活吧 这个就是 你知道吧 就是 荡气回肠 就是这么 荡气回肠 你一开始 曲曲折折的 和堂上面 迷忘的是 甜甜的叶子 层层的叶子 中间 零星的 点缀这些白花 有羞涩的 有鸟膜 在开着的 有羞涩的 打着花骨朵 正如一粒粒明珠 又如碧天 上里的星星 是吧 仿佛远处 渺茫的 仿佛远处 歌楼上 渺茫的 歌声似的 是吧 你写的多好 你太好了 你完全沉浸 到他这个里面去了 最后他说 我回去了 回去完蛋了 你知道了吧 因为他心情 本来就不好 回去了心情 还是一样不好 荡气回肠 就在这个地方 而江学 那个里面说 千山鸟飞绝 万进人宗灭 孤舟 梭丽翁 独吊 含江学 就像很多人讲的 第一个字一连起来 就是千万孤独 第二个 人宗灭 鸟飞绝 灭绝 灭绝 翁掉 后面 你所看到的是千万孤独 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场面里面 看到是千万孤独的里面 对吧 然后最后他说 灭绝 整个的一条 是绝路在里面 然后他在 在这掉 他是一种 也是一种 很委婉的 很委婉的这种 但是从这个场面上来看 他是很恢弘 很恢弘的 然而他在 在情绪上 在情感上 他是很低调 不是低调 是很婉约 很委婉的 他说 我独调 寒江学 对吧 我独调 寒江学 独调 灭绝的情统下 我一个老翁 老翁是什么意思 要死的人了 知道吧 要死的人 老翁是要死的人 不光是孤独的问题 不是独调 寒江学的问题 知道吧 是一个老翁 孤舟梭力翁 翁是一个老头 老头要死了 对吧 正常都是这么理解的 你还调着 将他的功能 有几个人能活到江泰宫这样子 是不是 这不行了 不行了 但是 可是他人家还是要钓 我非得要把它钓上来 直钩子钓鱼 这就是表达了 从文学的角度 这种曲折的 经常说的 荡气回肠的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在清源春学里面 是体现不出来的 你在清源春学里面 能体会到的就是 兄弟们 揍他 能体会的是这个 所以呢 文学价值 不是很高 但是呢 但是说 你说他描写的好不好 那不用讲 描写的当然好 对吧 原池落下 大河上下 他也没看到 那都是想象 原池落象 都是在想象 欲于天宫氏皮高 还是在想象 都是在想象 虚秦日 看红庄素国 分外妖娆 还是在想象 江山如此多交 还是在想象 对吧 引无数英雄 尽折腰 还是在想象 洗秦皇汉武 列书文采 唐宗宋祖 稍训风骚 还是在想象 对吧 一代天交 陈吉思汉 只是万公事大调 还是在想象 在判断 巨王义 属风流人物 还是在想象 在展望 明白了吗 在展望 他就讲的就是 千里冰封 万里雪标 望大河上下 对吧 围雨茫茫 这个 顿时滔滔 是吧 就这些是 他是在写情 后面整个的是 在想象 他没有从那个 想象里面走出来 就是吧 他没有从那里面走出来 或者说 他这个中间 他这个太过度 没什么意思 他说没什么意思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但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所以艺术 没有 所有人都认为 他好或者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说 他不好 但是他不是 那种顶尖的 不是那种顶尖的 就是拿这种 是竞选文学家的话 是竞选不上去的 我觉得 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 别忘了帮我 点赞 转发 点赞 分享 手流余香 这里是 先锋超哥 叉下送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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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